市長這個要特別注意 尤其國家報告的部分最後是要被公開檢驗的 包括我們之前所簽的兩公約 事實上執行的情形跟現實實際面還是有落差存在的 這點要特別提醒一下 但整體來源我對這兩個公約基本上是贊成的 也沒有必要做任何的一個質詢跟修正 那理事長請回 好歹歉 那個何次長部分 本來護照條例照你們的實行跟執行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可是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兩天又突然之間 好像成為大家關心的焦點 那個局長可不可以請上來一下 先告訴我 為什麼不能貼台灣國護照 如果你絕對不能貼理由何在這樣就好 那個局長或是次長 這個包吻 護照是我們的中華民國發給國民的一個旅行證件 對沒有錯 是公文書一種 那你如果在上面貼貼紙的話 就有變更公文書 這個不管是外觀或內容之餘 所以我們是當然在護照條例上面是有這樣的 就基本上不能貼任何東西嗎 跟內容有沒有關係 跟貼內容有沒有關係 沒有沒有 局長 跟內容沒有關對不對 對 報告委員 這個我們 我們是 認為在護照上面 這不適合貼任何的東西 任何東西不應該貼嗎 對不適合 昨天中央社就是我們跟美國簽訂快速通關那個協議的時候 他們的 Joe Donovan 就是他們執行理事AIT執行理事提到了 到目前為止沒有台灣民眾以免簽證計劃 VWP計劃入境美國的時候遭遇到問題 就是拿那個所謂台灣國護照嘛 這不重要 美方是這麼說的 但是我們的駐美大使駐美代表 陳大使他是政治任命 他有他的這個 沒有啦 我想執行面來講這個說法有沒有問題 我不管他是不是政治任命 對 我是覺得說這個事情基本上有兩個層次了 就剛剛市長也提到 在法令法規的這個執行面方面我們是覺得沒有問題 但是在政治的層面上面這個東西大家有的是近期的有的是中長期會產生的一些情況 沒有我現在只是單純的問 局長我單純的問 他說因為民眾貼的這個所謂台灣國是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可能被屬於符合偽造護照 這樣的訊息來被拒絕入境 甚至被遣送回國 你覺得這個訊息或這樣的說法 是你們現在執行的標準嗎 跟委員報告 這事情現在並不是我們執行標準 沒有錯吧 我們是根據現在中華民國的體制來做 所以 也就是推任何東西基本上都不接受的嘛 對對對 並不是因為他是台灣國 對 然後跟訊息 跟委員報告 那部分是屬於這個政治層面信仰的部分 我們在執行層面我們是 那我問你如果貼另外一張 馬英九支持率九成 跟委員報告這個也是不允許的 不允許嘛 對 為什麼 他是偽造訊息根本不存在 美國說這符合偽造護照的標準 也可以這樣用這個標準來看 一樣 我們完全是一樣 對吧 美國會不會拿這個說你是偽造護照 因為馬英九支持率九成 這是違背事實 跟委員報告這個東西我們都認為都是不宜不妥也不應該 對嘛 沒錯嘛 所以重點不在內容 如果你們要堅持就堅持到底 重點不是內容 而是護照不能封面貼東西 所以沈大使那個說法 就是一種標準 是政治的標準 局長對不對 不宜嘛 對 本來我們在滅火啊 還有人在那邊放火耶 我們沈大使在前線放火啊 人家美國AIT都沒這麼說了 他又加了一句話還補充說明 說因為台灣國根本不存在 所以那是偽造訊息會變成偽造護照的一個標準 那我這也是偽造護照啊 我要貼我愛馬英九 馬英九英明 這都有問題耶 可是實際面 真的是這麼回事嗎 你知道現在很多旅行社就在護照上面貼個東西 貼名字 甚至貼什麼 旅行社的這個電話號碼 這個有沒有違背我們現在世行細則的做法 跟委員報告這現在都是屬於違背 違背嘛 可是你們有取締嗎 我們現在是從1月1號開始 我們都跟移民署 在機場 有取締嗎 都有跟他們都提過 局長 有 我上上禮拜我們黨部才三十幾個出國 每個是護照上面貼一個名字 都沒事耶 跟委員報告這個部分 因為有的是用自動通關 好我待會講自動通關的部分 基本上 你告訴我護照上面最重要的是什麼東西 封面 哪個東西絕對不能貼到 哪個東西絕對不能貼到 相信這個是在正式的名稱上面 都不宜貼到 有圖案 局長最重要是這一個 這個什麼東西告訴我們 這個是後面有 應該是有一個國徽 不是 下面最下面這個 新版護照才有的 哦對那個是晶片護照的一個標誌 標誌對不對 全世界都一樣對不對 對 全世界都一樣哦 這是對國際民航組織的要求 沒有錯 所以這個絕對不能貼到嘛 因為它是全世界通用 都是用這個標誌 是電子晶片護照 的一個標誌嘛 所以其他貼 基本上只要不影響這一塊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囉 跟委員報告 我們認為說在這個封面上面 這個是 不應嗎 都不妥 這個是一個朝野的共識 那我們問一下好了 護照條例跟護照條例的適應細則 我們就要回到一個 立法的意志是什麼 所謂的 護照除遲照人 一直是填寫藍位之外 非全的機關不得擅自 增山塗改或加蓋塗錯對不對 它最主要的立法意志是怎麼樣 在這個我們是認為是說 這個本來是一個 事情細則上面的規定 那我們認為說 這個東西是有適合在把它提升到 條 條例 還揮的位置 它的立法意志是什麼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 在這個護照上面 不要再做任何的 是美官的理由嗎 我相信是有根據到現在 這個 懷恐的一個情況 不管是美官的理由 當然不是美官嘛 不是不是 是不要影響辨識嘛 最重要是要辨識 安全還有護照的安全本身 安全 對 不要被偽照 對 然後能夠辨識對不對 對 所以重點要是能夠辨識 是 這是重點嘛 對這個遲照人來講 你對他自己也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困擾 那我問你 重點是增山跟塗改跟加蓋塗錯嘛 範圍只是一部分 所以照理講你的事情細則裡面 要好好告訴我們 什麼叫增山 塗改 加蓋塗錯嘛 是 我今天到迪斯奈樂園去蓋個塗錯 說這有沒有違法 有違法 有違法嘛 重點是這一塊 不在那個範圍什麼地方 那我問你 封底算不算 封底現在 我們是在考量 目前國內的這種氛圍 在它的封底上面 所以你又是政治考量了 你不是從技術考量 那我在封底亂撿一個洞可不可以 我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嘛 那可是你沒告訴我封底 你是告訴我封面跟內液 對 因為是 是針對這個要 增山塗改 包括加蓋塗錯 你要任何的 所以重點是增山塗改 範圍 整本護照理論上 都不能動的啦 對 我們是希望是如此 對不對 那你是話舌天竹 故意寫個封面跟內液 因為這個封面的部分 這個我們涉及到 現在這個護照的這個公信力跟安全 然後加上說 那你剛才告訴我說 封底也不能亂改啊 封底我們現在是做一個彈性 基本上我們是 就是用政治考量了嗎 不是技術考量 你跟委員報告 我們沒有做政治的考量 因為我們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現在負責的部分 那個市長局長這什麼東西 這是 我們的E-Gate對不對 對 E-Gate怎麼用 自動查驗系統 怎麼用 這個護照的機制頁內部 把它推進去 看不看封面 目前是沒有 直接你內液翻開 一掃 對 然後對照你的那個Biological 這個指紋 就過去了對不對 有沒有幫你看封面 目前沒有 完全沒有看 對 所以我把封面全部貼滿了 都出去也沒有人知道耶 沒錯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 所以這是一個盲點 那這個東西剛好 這是我們必須說 這個 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的設置 所以以後還要設置 順便掃一下封面是不是 我相信這個部分是涉及到 我們現在 因為像國際環恐的這個情勢 也是最近這一年 好 那我們現在加入美國這個 Gruple Entry 這個Program 是不是有同樣掃描的 Gruple Entry 我自己本身沒試過 但我相信 基本上的設計是差不多 對 要不要看封面 也不看啊 可能 還是掃描內部啊 所以一樣嘛 那一條是有點多此一舉啦 如果要告訴我們 整本封面不能增山圖改 對不起一分鐘 不能增山圖改 你就無法去好好規範就好了 你要寫封面 然後加內頁 然後事實上 又有很多地方沒有處理到 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那一條 事情系統那一條 是有點多此一舉 反而給自己綁手綁腳 讓自己不能好好去做一個 必要的判斷 以上 提供做參考 謝謝 謝謝次長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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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那我們請第二位 蔡侍應 蔡委員 主席 那個能不能請我們的外交部的次長 我次長 請 蔡委員長 好 次長 謝謝 我想這個在問你我們關於今天的護照條例 以及兩公約之前 我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我們國家的這個邦交國帛琉啊 最近在鬧水荒缺水 曉得嗎 那日本已經有對他們提出救援了嘛 那我們台灣的部分呢 報委員 我們是有這種長期性的做法 那當然就是根據我們雙邊合作計畫 有針對旱災這一部分也有一些 那現在漢災他們準備怎麼做 我們第一步當然是先這個提供三萬美金的這個救助啦 然後之後會有一些這樣 三萬美金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們有 買水還是怎麼樣 就他們提出的需求 你要不要想 是 報告 現在柏柳政府目前先向我們政府提出的這個需求 是這個部分 那我們提出這個 就是希望捐助他三萬美金 對 那我們捐出去了沒有 我們已經在上個禮拜已經正式捐出去了 透過帛琉大使就對了是不是 是 那這樣是不是解決帛琉的問題啊 因為這個旱災跟委員報告 它是比較常識性的 不僅在帛琉 在太平洋島國的幾個島國目前都有這個情況 那他們現在正在做分區的灌溉的這個計畫 那我們希望是一步一步來幫他們來處理 跟委員報告我們目前大使館都積極在協助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是很擔心說 會不會又遇到台灣跟甘比亞的事件 甘比亞像我們 希望我們給他援助 我們拒絕就跟我們斷交了 所以在這邊我想說 搞不好太平洋幾個島國都是台灣在幫交國嘛 所以市長可能要這邊再特別注意一下 尤其是當柏柳政府已經正式向台灣尋求資源的時候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 台灣的速度應該要加快 不要讓柏柳政府覺得說 在最需要我們幫助他的時候 可以我們對他的幫助是衝而不穩 或者給予他一點點的援助 所以會後麻煩你先提供一份 我們目前對於 包括柏柳在內的太平洋島國 對於這個旱災的問題 我們如何能夠來做一個因應之道 麻煩做一個說明 好的 第一個好 謝謝 第二件事情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這兩公約 這個外交部次長 我們到時候簽署完畢之後 我們是簽中文版還是簽英文版 請調法師 副市長 好 維浩 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基本上是加入 對 所以等於說 這邊 立法院持續完以後 我們會報行政院 行政院轉總統府 總統會批准 會出來一個加入書 對 所以那個加入書 應該要付合約本身吧 不用嗎 對 加入書本身就是一張紙 然後總統會在上面簽 對 然後附上英文版的嗎 還是要附上簡體中文版 還是正體中文版 我們今天審的是正體中文版 所以我們會給他一份附件資料 就是正體中文版的 要講清楚 為什麼要確定清楚 因為按照上面我看到的這個 聯合國的這個合約裡面 是簡體中文版 並不是正體中文版 我擔心我們的馬英九 馬總統簽的時候 你們送出去 送一個簡體中文版的出群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想請教一下次長 這個兩公約裡面 到底我們能不能提出修正意見 報委員 剛才主密也提出來 我們這個就是同意 或者保留 不能修正 不可以這樣子 那你看一下 你們的第51條 第51條 兒童權力公約 正69 來 51條寫什麼 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兒童權力跟身杖權力公約的第51跟46 其實是對於保留的部分做一個規定 也就是說在不抵觸公約的目的跟宗旨的時候 那等於是地約國可以做保留的聲明 那其實我們也查了一下 比兒童權力公約來講 大概有58個國家在簽署或加入同時 他有做一個保留的聲明 對嘛 所以他可以就拿幾條他提出意見嘛 對 他可以做一個保留啦 這不是修改 這不是修改 50條也可以提出修正案啊 因為公約已經定了 那比如說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部長你要看清楚啊 社長要看清楚 這個條約本身 事實上是允許 所有的未來要簽署參與的國家 就這個條約本身 提出他的看法 附帶然後一併交給聯合國 是這個意思嗎 條約事實上是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是保留啦 對啦 就是說他對哪幾個 不然什麼叫保留 比如說裡面的第5條第7條 我有意見 我提出附帶的意見 那叫保留嘛 所以不是說 一定要整本通播 或是整本不空做嘛 那是對的 我要講的是說 所以你剛開始跟我外交 跟我國安委員這樣講 就不對啦 因為這個合約本身 就有附帶一個附加條款 是可以保留的啊 我這樣講沒錯 沒人看 所以你們是有 我都很懷疑 你們有沒有把它全部念完 我們也是這樣講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保留 你們的翻成正體中文 是你們從英文直接翻 還是你們把簡體中文 直接變正體中文的 我們從英文翻 然後我們也請了專業學 在行政院 所以你們不是從簡體中文 直接翻的喔 不是不是不是 我有回去一查 發現你把簡體中文 變成正體中文字 一模一樣的話 市長你要不要看著辦 我們要很多用語 其實做了修正 有修正嘛 所以不是照 簡體中文字 一字不漏拿個 握的軟體 直接把它翻成正體中文版 不是這樣 所以我要特別強調 這個我們要維持 我們自己國家的尊嚴 這是第一個 再來 按照這兩公約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的衛福部的次長 我當看到今天的兒童權力公約的時候 對於我們前陣子發生的 這個小燈泡的事情 就感到非常的難過 那我想請教一下次長 今天你送到我們外交管委員會 請求我們同意的時候 你對於小燈泡這個事情 你的感想是怎麼樣 我想人生的安全是 對兒童最基本的保障 那我們的社會沒有能力 就是就這個部分做一個防範 這個是我們未來要盡力去補救的地方 所以我才說啊 當我們今天在審議這一個法條的時候 是不是顯得格外的諷刺 我們政府一方面說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趕快簽署兒童權力公約 可是在台灣前幾天 才發生了令人家感到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要拜託我們的次長 這裡面法條我也看完了 它裡面有寫說 政府應盡一切的可能 維持維護兒童的權利 那也我們政府去年通過的台灣的辦法裡面 也要求說我們要訂定分階段的工作綱要 我希望我們的衛福部就這個部分 趕快盡速提出相關的一個工作計畫出來 那當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簽訂了這個兩公約的時候 我認為它就不是只是簽名 宣示性的效果而已 它其實是簽名真正的能夠保障 落實我們對於這個兩公約的執行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兩公約裡面的第二個就是 關於身心障礙者的權力公約裡面 過往的許多公有設施 其實一直被人家詬病 沒有辦法完全的達到 無障礙空間百分之百 那我過去擔任地方議員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要求地方政府要提出來 那地方政府往往也說 預算不夠啊等等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希望衛福部啊 會後能夠要求各縣市政府 重新檢討 從公部門開始 到目前為止 到底還有哪一些公有設施 我們的無障礙空間 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完成 那我希望 我們衛福部就這個部分 這是第一件事情 讓我們的所有的 身心障礙者的出入方便 我覺得是我們政府應盡的責任 就公部門重新來講 到底還有沒有漏網之魚 還有沒有完成的 我知道你們每年都有在檢討 我們也希望說 當我們今天審查完 我們也希望 也要同意簽署的時候 至少我們將這個法案 由總統簽署 送給聯合國的時候 至少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讓所有的台灣的 身心障礙者的朋友 進入公部門的時候 自查是非常方便的 好吧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次長 我想這個應該比較沒什麼問題 這是我們該做的 那對於各地方政府 如果預算還不夠 沒有辦法即時幫 或者各部門 我覺得我們要跟他強制的要求 希望他們能夠盡速的把它 報告委員 委員的建議 這個都是政府應該做的 沒錯啊 那有關第二點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是涉及內政部的權責 我們會把這個意見再轉給 就拜託你們轉給他 那你們要要求內政部啊 如果因為內政部管 管那個相關的機構設施 問題是這個機構設施裡面 真的有沒有符合身心障礙者的權 會不會可以去要求 去實際上要求嘛 那因為他們有一個是 社會師他們 不是社會師 我們那個部已經搬到衛福部來 社家屬 對社家屬 所以你們可以去跟他要求 你們去抽檢或幹什麼 去跟他要求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以前過往 有些地方政府 要嘛民政處管 要嘛是社會處管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業務一波的關係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們要去跟他抽檢 或者你們發言要求 各新政委 跟內政部召開共同的協商會議 因為這個部分 身心障礙者的保護的單位 就是我們衛福部嘛 所以我們希望衛福部 在這個部分 能夠盡速的來完成 那最後再問一下次長 目前我們到底有幾個國家是免簽啊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一共有164個國家 164個國家 地區 那問題按照這個亨市指數裡面 我們是137嘛對不對 這個你曉得吧 裡面 我要先修正一下 因為裡面寫得很清楚 他們把電子簽證或落地簽有沒有 他們不認為這是免簽啊 你看一下合約裡面 對我們在對外宣告的時候也是說是 160個國家或地區免落簽 所以沒有說全部是免簽 對嘛 那我說人家的排名是以免簽作為排名的依據 有許多國家也是落地簽或電子簽證 他們也不是紀錄 所以我的意思說 我們的外交部雖然有達到100 但是有些20幾個 那事實上還沒有真正達到免簽的這樣的一個功效 就是有簽證的便利 對啊簽證那不是免簽嘛 但是便利那不是免簽 按照我們的指數來講 目前是137嘛 其實在全世界排名 我這邊看起來是第29 29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很好啊 像我們墨西哥 以色列 也都比我們還好啊 所以就這部分我想 次長我們還要繼續努力一下 以上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次長 好我們第三位請 江啟成委員 請主席先邀請侯次長 廖委員長 長好 我們並非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這兩個公約的簽署跟通過的意義是什麼 剛剛我想在尋答當中也可以感覺到 我們是為了要改善我們對兒童還有殘障者的福利 我們只是一個宣誓嘛 還有依此來修改相關的國內法規法 依照聯合國的一個公約的規範 國際規範的一個精神